前文在族的书接上一回 话说韦小宝故义劉燕 刚刚入公务之内就不懂路 带她去上书房 想找康熙救命了 谁知她只是向东边走了第一步 第二步还没走 后来一紧 已经被劉燕一手握住了 她说 好兄弟 你去哪里啊 韦小宝说 不就去我住那里 拿经书嘛 那你为什么去上书房呢 想皇上救你 囚书圆 你懂得路的 原来 别人就不懂 乾清宫 慈宁宫 和小兄弟你住的地方 都不会认错的 说完 手向右边扭 将他整个人扭到西面 乖乖的行路吧 不要洒话枪 扭到韦小宝的颈骨 辣辣的声响 痛到她哗哗声大叫 前面有两名太监 听见韦小宝一声 就转转头来看 留言低声说 太后吩咐过 你如果想跌脑 或者叫人救你 就要我立刻杀了你 为小宝就心想 纵然大声叫救命 惊动了皇帝 康熙也不会违背母后的命令 皇帝对自己虽然好 却不止于为了一个小太监 而激怒母亲 最好能够遇到几名侍卫 挑拨他们杀了柳燕 突然间你摇一桶 被柳燕用手掌大力一撞 他说 想搞什么鬼啊你 搞什么鬼啊 没什么搞 为小宝没有法治 为了走回自己住的地方 他心想 到了我间房 虽然有两个人帮忙 但是方怡和小困主也有伤 我三个对一个 还是打不过的大肥猪的 被他发现了两个人的忠绩 只能死两个人而已 走到房门外面 他拿着锁匙来开锁 特意把锁匙和锁猛撞到叮叮当当的响 大声地说 虽婆大肥猪 你这样折磨我 终于有人你不得好死的 柳燕笑着说 你顾着自己先啦 周来理人家的闲事 为小宝砰声推到门 他说 你这部经书 给不给太后 你都会杀了我的 你当我是傻瓜吗 还想有命啊 太后既然说 我说放生你 多数都会放生你的 最多挖了你对眼褚 斩了你双脚而已 你以为太后会待你好好吗 你害死我之后 太后亦必定杀了你的灭口的 这句话似乎讲中了柳燕的心事 他侧了侧 跟着出力在他背脊上一推 为小宝奇不稳 一下子中入屋 他在门口外面 说了这么多说话 估计方怡和小郡主 就已经听到了 知道来了一个极致凶恶的敌人 现在实在躲在屁斗里面 连大气都不敢休息 柳燕说 我没有空等你 快点拿出来 又在背脊出来拖 为小宝一个凉枪 几步冲进入内房 柳燕跟着他进去 为小宝一睹眼 看到床前面 整整一拍放着两双女孩 好幸当时天色已经夜了 房里面又无灯无足 柳燕进房之后 没有立即发现 为小宝的心想 为小宝的心想 闭家伙 趁着他向前冲 将两双鞋推进床下底 跟着整个人都捐进去 我心想再来一次 用撒碎洞的法子 只剃了这只肥猪才行 一捐进床下底 由他受想缩买 想拿虚筒里面的匕首 谁知又脚眼一紧 已经被柳燕捉住了 你做什么 为小宝说 我拿经书嘛 这本书真的在床下底 好 柳燕亮他在床下底 也扔不到边树 就放开他 为小宝将他身体缩 缩一块 拔出一把匕首 柳燕喝他说 拿出来 咦 好像有老鼠呀 哎呀哎呀 糟了糟了 怎么把经书咬到烂了呀 你在我面前搞鬼 一点用处都没有的 拔出来 柳燕伸手去捉他 捉不到 原来为小宝 已经缩在埃近墙那树 于是柳燕向前拔了两尺 上身在床下底 又伸手去捉他 为小宝宁转身 无声无色地用匕首刺出去 刀劲刚刚跟他手背接触 柳燕就立刻知道了 反应迅速到极了 右手翻过来 拿着卫小宝的手腕 然后出力一捏 卫小宝的手立刻没力 唯有松手放掉一把匕首 柳燕说 你想杀我 挖了你的眼蜜先 用右手叉着他们喉咙 左手就挖他的眼蜜了 卫小宝大声喊 有条毒蛇呀 柳燕吓了我怕我 他说 什么话 突然一声大叫 插着卫小宝喉咙的手 漸漸放松 我想扭几下 趴在地上 卫小宝又惊又喜 连望在床下底 拉出来 只听见木剑平说 你没有受伤啊嘛 卫小宝揭开蚊杖 看到方宜坐在床上 双手扶着剑平 慢地喘气 那些长剑呢 在电玉上插到床下底 一直插到准 原来他听见 卫小宝情勢紧急 就在床上 用剑插下去 长剑穿过电玉 和中班一直插到柳燕的背脊 卫小宝在柳燕的屁股 踢了一脚 看他动都不动了 欢喜到极了 他说 好 好姐姐 多谢你救了我的命 卫小宝还怕柳燕死不透 拔出把长剑 隔着床褥又刺了两剑 木剑平说 这个恶女人是谁 她很恶的 说要挖你双眼睛 卫小宝说 是老举娜太后的手下 她又问芳怡说 你伤口痛不痛 芳怡皱着眉头说 没什么事 其实你先头这剑 她用了很大力 牵动了伤口 痛得她几乎云 颜头的汗水 一滴滴滲出来 卫小宝说 过不久 老举娜又会再派人来 我们要立刻想法子逃走才行 你们两个女扮男装 扮成太监 拌好人就可以出宫了 姐姐 你行不行 芳怡说 勉强可以了 麦小宝就拿了自己两套衣服出来 他说 你们换了它 接着 将柳燕的尸体在床底拖出来 扯起一把匕首收好 然后在尸体上面撒了化尸粉 就马上将银票金银珠宝 两护四十二张经 和武功被决打了包袱包好 那大把蒙汗药和化尸粉 当然非戴不可 穆建平换好衣服 下床先 韦小宝一看赞他 你这个小太监好漂亮 来来来 我和你拌边 过了一会儿 方怡落床 他身材高过韦小宝一些 穿了他的衣服 帮到紧紧 很不合身 照一照顶 忍不住笑起来 穆建平说 他来和我拌边 我和师姐你拌边 韦小宝拿着穆建平抢长的头发 什么随便拌一条大边 穆建平照顶他就说 哎呀 这么难看的 我自己拌过他 韦小宝说 现在不用拌子 天都黑了 不出得皇宫的了 路举那不见到肥猪 回去报告 又会派人来捉我的了 我们找个地方躲起来 明天再早才出去 方怡问 老 太后不会派人在各处宫门严密搜查吗 唯有走一步 算一步 米小宝想起从前 和康熙比武书交过一屋十分清静 从来没有第三个人到的 于是扶着两个人走出房间 穆建平就断了脚 那段门书就当拐掌撑着行 方怡走一步 胸口就痛一痛 卫小宝右手握着他们的腰 半扶半扶向前走 幸好天色已经黑了 他说一尾选一些僻静的地方走 即是遇见几个不相干的太监 现在没有人留意他们 好了 去到了 入到那间屋里面 三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卫小宝关门到门 扶芳在椅树坐下 小小声说 我们在这边不要说话了 外面就有走廊 就不像我住的那间屋这么清静的 好了 越来越夜了 初时三个人 还可以互相见到五官的 到最后 即是见到蒙蒙隆隆一个人 穆建平是厌伟小宝 扁他边不好看 自己解开了又再扁过 方怡在这玩自己的边 忽然间 啊 轻轻喊了一下 卫小宝低声问他 干什么 方怡说 没什么 我们只知道是银柴 穆建平说 啊 对了 我剪掉你的头发的时候 把你的银柴放在桌面 扁好边我就忘记了 跟你插上去了 我真是论盡的 那只银柴是刘司哥给你的 是不是 方怡说 一只银柴而已 又有什么这么紧要 卫小宝听他说 虽然说不紧要 但是语气很软息 心想 好人做到底 我静静去拿回给他 他也不出声 过了一阵就说 哎呀 那肚子好饿啊 熬到明天都快没力走路了 我找点东西回来吃 穆建平说 你快点回来 行了 卫小宝走到门边 听见外面没有人了 就开门走出去 他三步夹两步回到自己家屋 他怕太后呢 就怕人等着他 就兜到后面听了很久 确实知道那家屋里没有人了 那你推开那枪琴进去 那当时月光邪照 见到桌面果然有一支银柴 这支银柴手工很粗糙的 最多是值一两钱银的 我心想想 刘一周这个穷佬呀 送你这么寒酸的礼物 给方姑娘也有的 在银柴上面吹到口水 就收入自己的衣袋 然后就在石馆 竹篮 柜桶等等的地方 随便收拾一些高饼点心 就收到纸盒树 戴在身边 当他正说想在窗口 爬出去 忽然间见到床前面 有一对红色金鲜兽花鞋 鞋里面各有一只脚 哎呀 卫小宝吓了一跳 在朦胧的月色之下 看见一对断脚上面 穿着一箱鲜艳的红蟹 好恐怖呀 但我跟着就明白了 柳燕的尸体被化尸粉化去的时候 因为地面不平 尸体化成的黄水流向床底 只剩下两只脚没有化他 他轻转身 正说想把两只脚踢到黄水里面 但黄水已经干了 而化尸粉已经包裹了包袱 在芳儿和穆建平身边 心里一转 老子这次离开皇宫 就一世都见不到路举纳了 哼 老子把这两只脚丢到他的屋里面 吓得他半死才能 拿着一件长衫 包着一箱子穿着鞋子的断脚 在窗口擒出腿 静静走去池宁宫 上下到池宁宫 就不敢再走正路了 躲在花木后面 走一步听一听 心里想 如果一刻不小心 被路的那一触到 真是叫自投罗网 他又觉得有人 又觉得害怕 一步步走近太后寻宫 他想 我把这对臭猪蹄放在门口的石笔上 他明天一定会看到 如果进入天井 太危险了 他轻手轻弱又走前了两步 忽然间听到一把男人的声音 他说 阿姨怎么办 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魏小波好奇怪 屋里面怎么有男人的 这个人说的声音又不是太监 啊 难道路举哪有了契家佬 啊 老子要逐奸 他的心虽然说要逐奸 但是再给他十倍的胆量 他都不敢 但是好奇心又大 啊 就怎么都不肯就这样放下 断角就走的 他跟着那把声 念手念他 走了几步 每一步呢 都是轻轻的棋 慢慢地放下 怕踩到那夫子有声 只听见那个男人说 哼 就什么事情有变 你既然知道那小子十分狡猾 为什么叫阿燕一个人带他去 为小波的心想 啊 原来你说你老子 只听见太后说 阿燕的武功高他十倍 他人有机警步步提防 怎会出事啊 实在那部经书擠得很远 阿燕押着那小子去拿就是了 能够拿到经书当然好了 否则 哼哼 这个人的语气很严峻 对太后这样说话 实在是无礼到极 卫小波越来越奇怪了 他想 天下间有哪个能够对他这样说话的呢 难道老皇帝在五台山回来 想到顺致皇帝回宫 好兴奋啊 他想着实在一支好戏看了 奇怪的是附近竟然一名工女太监也没有 看来都被太后打发走了 又听见太后说 你知道我已经尽力而为了嘛 我这样的身份 总不能亲自押着小太监 在宫里面走来走去的 我走出池林工一步 宫女太监就跟着一大拳 还做得什么事呢 你不能够等到天黑再押他去吗 要不就通知我 让我押他拿经书 我不敢努烦你的大价 你在这书里什么形跡都不能够路的 遇到这样的大事还理得那么多吗 我知道你不肯通知我 是怕我抢了你的功劳而已 有什么好抢呢 有功劳是这样 没有功劳也是这样 但求太平无事地捱了你一年而已 废小宝如果不是清清楚了 就认得太后一把声 一定会当是一个老公女 被人责怪埋怨 那两个人说话都是压低一把声的 但是距离又近 夜正无人 却没有听错的道理 听他两个人说什么 抢了功劳 那这个男人又不是顺治皇帝了 他的好奇心真是无法抑制了 慢慢地拉到窗口旁边 是窗那装进去 只见太后打側身坐一张椅鼠 有个功女 雙手反背在那里度来度去 那么随此之外 没有别人了 他心想 那个男人去了哪里呢 只见那个功女宁转身说 不等了 我去看看 他一开口 卫小宝吓了一跳 原来这个功女一把男人声 先头就是他在那里说话 卫小宝在窗口里面 只看见他的胸口 看不到他的面子 你就是不放心 又有什么不放心 我怡心阿燕有什么古怪 我们两个人联手容易制服他 嗯 那亦不可不妨 去吧 太后掩上头 走到床边 掀开皮肉 又掀起一块木板 灯光之下 青光一闪 手已经多了一把短剑 他把短剑插入剑销放在身边 卫小宝心想 原来老举拿在床上 还有个这样的机关 他怕人行刺 短剑不插在剑销里面 伸手拿 这些剑就可以杀人了 真的 万分紧急的时候 瞻瞻瞻瞻瞻 就很紧要了 只见太后跟那个工女 走出寻殿 虚掩电门 又出了磁宁工 房里面的蜜钟也没有趋色 卫小宝心想 我把这对臭猪蹄 放在床上的机关里面 等一會他放短劍下去 忽然間摸到臭豬蹄 實踏到他死死下 只覺得他主義妙不可言 立刻走入屋 揭開皮肉 見到床板有個小銅環 用手指一拉 一塊大蓋一呎闊 兩呎長的木板應手而起 下面是個長方形的暗格 放著三部經書 這三部經書就是他曾經見過的四十二張經 兩部 是他在老闆家抄家抄回來的 原來放經書的玉盒已經不見了 另外有一部封皮是白醜的 我問聽海老公和太后說話 說順治皇帝賜給董岳飛一部經書 太后殺了董岳飛之後據為己有 估計就是這一部了 為少保歡喜到什麼感 他心想 你們的經書都不知道有什麼用的 人人都這麼看重他 老子來順手牽揚 即使他怒舉拿 就拿了那三部經書出來 塞進身處 把柳燕那雙腳在長心躺在暗格 蓋上木板 放好屁絨 把長心踢到床下底 另外想走出去 忽然間聽到外房門 咖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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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下真是嚇到雲飛天外 哪裏猜到太后和柳公女回來得這麼快 她上來不像上來 一趴下就捐到床下底 心就一尾叫苦 只是看太后捐下了什麼 回來拿了又去找自己 又看她捐下的東西 不只是在屁股下面的暗格裡頭 她只聽見一陣輕快腳步聲 有個人飆了進來 是個女子 雙腳穿著一雙淡綠色的鞋 褲也是淡綠色的 看褲的形狀是個宮女 她心想 原來是服侍太后的宮女 她會武功的 不會是女初了 她如果馬上回出去 要把她殺了才行 最好是讓她走到床前面 於是她輕輕拔出一把匕首 等那個宮女走到來 一刀就下魚上 賜她小福 擔保她莫名其妙就沒命了 只聽見那個宮女在那裡開櫃桶 開櫃門 找東西 好像找什麼一樣 不過她始終不走到床前面 接著她聽見 嘻嘻幾聲 是用什麼力氣 割爛了兩個箱 維小寶吃了驚 這個人不是一般宮女 是來太后間房偷東西的 哎呀 難道她是來偷四十二張經 她既然拿著刀劍 看來武功也不會差過老子 咦 我如果出去 別說殺她 怕被她殺了千 是真 聽見那個女子 一個箱子 這麼猛 又割爛了西邊三個箱子 來找 找也找不到 那個女子似乎十分焦急 維小福想投降 哎呀 不如把經書拋出去給她 讓她快點走 不然老舉奶就回來 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請下回分解